大家好 我是冬英走橋的鮑勃 東京的復古風味咖啡店蠻多的 比方說有前堂改建的雷蓬快哉湯 位於東京車站附近有三菱行營業室改建的Cafe 1894 還有我們這次推薦的由古名家改建的松安文庫 鑒於住宅區的松安文庫位於西底娃 位於觀光景點吉祥寺只有一個車站的距離 從西底娃走路約8分鐘左右就可以到達了 如果沒有仔細看的話還真的不知道這裡是一家咖啡店 從外觀看除了建築以外還有一些綠樹 感覺腹地滿大的 進到咖啡店內 迎面而來的是一種讓人感覺很舒服的傳統感 沒有因為這是一家咖啡店店家要大肆修改內觀 還是保持著八十幾年前的感覺 店內座位區大致分為兩個區域 沒有用門隔開 也與廚房共享一個區域 開放感很夠 最有特色的位置大概是窗邊的這兩個沙發座位 除了座位看起來很復古以外 還可以看到窗外的庭園 以及杜鵑花樹 在夏天的時候店家還很貼心的準備精緻的扇子 如果店內太熱的話可以扇扇風清涼一下 鬆安文庫除了甜點咖啡外也有提供正餐 包伯跟朋友點的是適合夏天的季節性米飯定食 搭配咖啡甜點 2200塊日幣 是由日本當地素材製作的料理 不會太重口味 也不會太燙 更不會太油 吃起來沒有太多負擔 甜點的起司蛋糕跟冰淇淋很好吃 加了一點點鹽所以不會死甜 也蠻適合夏天的 吃完飯後也可以逛逛這裡精緻的手工藝品店 帶一些土產再回家吧 喜歡古名家咖啡的人就可以為了鬆安文庫到此意猶 影片可能就在這邊結束了 但是是東橋的人絕對知道Bob也一定拍了周邊的景點餐廳吧 那大家就來看看這裡的周邊的介紹 讓一日遊更完美吧 霧豆奇是西迪挖另外一家必訪的咖啡店 開業已經超過40個年頭了 外觀讓得不太知道裡面到底長得怎樣 進去的時候也還是不太知道為什麼會設計成這樣 但真的很酷 店內有很多時鐘跟藝術品 飲料跟甜點也蠻便宜的 Bob也戚封蛋糕兩片才350塊日幣 很划算 跟鬆安文庫有一點點像的石劍山群岩堂西底蛙 也是昭和初級古名家改建而成的咖啡店 店裡面裝飽是以木頭為主 使用的餐具也非常的典雅 昭和40年創業 至今已經營業50年的剉冰店 阿麥古 夏天的時候總是大牌長龍 特色是天然冰以及自家製的糖漿 以及店內看起來舊舊的昭和氣氛 從西底蛙車站坐巴士幾分鐘就可以到了扇福寺公園 少了幾隻頭公園的熱鬧 但多了一點悠閒感 在西底蛙吃了這麼多東西 就在公園走走散步一下吧 面尊瑞整家店的感覺就像是元素的潮牌店一樣 其實休息區真的有賣衣服 除了休息區夠特色以外 這家店也是塔北樂圈的拉麵擺明店 也連續五年被選進米其林指南當中 鮑勃點了1200塊日幣的特製軍機拉麵 除了可以吃到超級多汁的雞肉外 醬油湯底看起來清淡 但喝得出來濃濃的雞湯味 以上就是這次的介紹囉 西底蛙真的是一個不錯的地方 來過東映太多次 已經去泥大景點的朋友 找機會可以試試看這裡哦 我是鮑勃 大家下次再見 掰掰